相信大家也听说了,最近Hero酒精的双冠射手酒库,因为谈恋爱,夜不归宿,遭到俱乐部最严重的惩罚,降级去轻讯队,工资从几万下调到几千。 而网友却觉得处罚太重,认为Hero酒精就是不想给酒库任何活路。 他这个年纪去轻讯的于是变相退役了,于是玩家们终于明白,为什么A级超玩户没成绩,人气却一直很高。 A级超玩会虽然只有一个冠军,但是他们的人气一直居高不下,主要是他们有人情类,如果选手想要去其他队伍,他们不仅不会阻止,还会给出一个极低的价格,让这些选手顺利转会出去,比如6.6。 如今酒库跟Fero酒精运营吵架这件事,已经上了热搜,有玩家就开始艾特A级超玩会,帮他们将这次走会去收下酒库,所以不让他上场打比赛,只希望酒库最后能够有个完美的结局。 不知名媒体赛可打,还是能够直播,大家对玩家让A级收下酒库这件事有什么办法,欢迎请认识。